那个小伙伴们你们知道我今天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吗 哎呀老刺激了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勇气啊 哎我就在搜索引擎上搜索了一下我自己 这个呢 于是乎呢我就在某乎上看到了有一个标题为 哎怎样评价B站上喊小喵老西呢 我就看到下面有一条让人内心里面非常感情复杂的评论说 当我看到他在视频里面说 汉语没有语法这个观点的时候我立马关掉了这条视频 那个虽然下面也有一个人的这个回复给我打圆场啊 说其实是你不理解咯 但是我心里还是嗯你知道我这个玻璃心对吧 那我觉得我也得找不找不 哎可能就是当时他看我那些视频的时候 也是就是一个视频的确实是我讲其他的一个语言现象的时候 我带出来这个观点 但是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解释明白对吧 首先来说啊汉语没有语法 我说的是什么啊 我说的是咱们的这个古代的这个汉语 你想咱们其实这个汉语从最初诞生到现在一直研究下来好几千年了 而且咱说语法这件事呢 就是我的意思呢 其实对于这个语法的理解可能和这位网友不太一样 语法这个东西啊 首先它有一个广义的理解 那语法语法呢 就是语言的法则和规范 对不对 那又是广义的 他说哪个语言没有法则和规范啊 你拍个那个电视整个什么阿凡达语呢 玩的也得有点一定的法则或者规范吧 所以这个广义上的规范哪个语言都有 但是咱如果说到这个狭义上的规范 也就是那些成文的明确规定的一些语言的规律 比如说在我们学英语的时候 第三年称单数 你后面加个动词 你后面这个给整个S 类似这样的 叫做狭义的语法 而我说的这个地方啊 说的就是这种狭义的语法 你想想看啊 这个成文对语法的这个规定 中国最早的一部书叫做马世文通 这个马世文通这部语法书 第一部它什么时候诞生的呢 在晚清的时候 那就说明什么 就在这之前中国人从来没有进行过 这个语言的规则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 而且马世文通当时 为什么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呢 你想晚清的时候嘛 越来越多的人学了这个西方的语言 什么英语言法语言德语言等等等等 他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们这个汉语不太一样 他们就有这个跟不跟上条条框框的这个规则 可是这些规则我们能不能拿过来 套在我们这个汉语上来看一看呢 其实大差不大嘛 什么名词动词 什么主为兵定装补的 在结合着我们汉语独特的这个特点 来进行一些加工和改动 那就诞生了我们最初的 对于汉语的语法的 这样的一些研究的尝试 随着接下来什么新文化运动啊 一直到我们建国以后 才慢慢慢慢的 一代一代语言学家的这个摸索和探索 才把这个理论体系丰富出来的 你到这个民国的时候去看看 那语言现象都混乱的很 你比如说鲁迅先生写的一个文章 比如纪念刘和振军 你想这玩的到底是哪个纪 对对当时就没有那个规范嘛 对不对 另外一个例子 你看他当时说 你的到底是我的记忆 还是我底记忆呢 他就是不太记忆 那个时候的语言的规范 你看上去还是一片乱糟的 他就是一个语言的这个法则 在不断的摸索的过程当中的这个现象 是不是 好了 那你说咱们现在的那个古代汉语的这个语法呢 那就更是了 是根据我们现代汉语的这个语法 而且我们现代汉语法 刚刚我们也是解释过了 在西方语法的这个基础之上 结合着我们汉语的特点 不断丰富和完善的 回过头去再看我们古代的这个汉语 原本人家古人在说这些语言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没有语法的 我说的是没有这个狭义的语法 当然了我在这也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对于古代的很多很多中国的这个文化现象的一些看法 我特别特别理解我们很多小伙伴说 老师一说 啊我们中国辉煌灿烂的这个语言 和话竟然没有语法 这事你简直太太不 这这 这个不 他只是他的一个特点而已 你明白吧 比如说我一个山西人 我们家这个IT男的一个东北人 他一个东北人 他爱吃米饭 我一个山西人 我爱吃面条 我们俩吃不到一块去 你说这玩 对吧 这个 这只是人家的特点 这不是人家的错 这也不是一个缺点 你能明白吧 这个西方的这个语言 他有他的语法 这是他一个特点 并不是他的优点 比如说我个人就觉得 咱们在当时的古代汉语里面 没有这些语法 反而也有很好的现象 就是 大家的那个语言规则 是从哪来的呢 哎 他都是靠这种语言的感知来的 因为你想想 当时这些知识分子 他的这个语言 最初的启蒙 都是在读一些先情的什么文字啊 读一些先情的诗歌呀 慢慢慢慢的 他在心里面 慢慢形成的这种感觉 付诸笔头来实践的 既然没有明确的语法 哎 中国的这个语言的这种 弹性和变化 丰富程度就非常多 你说这写的那些诗 哭疼老树婚呀 这一句话里面全是名词 连一个动词都没有 这放在有一个明确语法的 这样的一种国度 我觉得就很难诞生 这样的诗歌吧 但是我们国家就大量的 这种诗歌的存在 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 语言的规则 不那么特别的明确 大家靠感觉来 这种感觉 他就能很方便的用 多种多样的这种形式 不受语法的 这种规范的 这种体现的方式 来表达出来 这不挺好的吗 本来这文化也冤枉 那我不也挺冤枉的吗 喵 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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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